在春秋战国时期 晋国当权贵族叫志伯 这个人叫志伯 他依仗的权势 他呢向魏恒子啊 去强行塑要很多他的土地 魏恒子呢又不肯给他 但是呢心里呢又怕他 没有办法 那么边上的参谋就献祭给他 他就同意把土地让给了魏恒子 后来呢志伯呢更加的贪了 像其他贵族也要地了 因为他从这个魏恒子这里拿到了土地 所以这个志伯越来越厉害 最后呢他到处去要 所有的贵族联合起来对付他 这个志伯就被贵族打败了 最后魏恒子得到了更多的地产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最后失败 在于在贪的过程当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们看到了钱 他们没有看见财富 只有看到自己的利益 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利 看到了眼前的小小的利益 看不到人缘 那是我们的宝藏 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都被自己眼前的小小的利益所蒙蔽 我们在获得真正财富的路上 迷失了方向 猛难回首 我们才知道 我们施给别人 是自己获得最好的利益 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 你先帮他一个忙 接下来你就得到他的回报帮助你 所以想对别人好 就是对自己好 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先要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佛法界讲的广结善缘 要懂得舍的人才会有德 舍的人那是智慧 得的那是缘分 台长经常告诉大家 很多人说 台长我怎么人生这么苦啊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苦难呢 台长告诉大家 在人间好走的路 那都是下坡路 向上超越自我的路 那都是艰难的路 在人间很容易做的事情 不代表你能够成功 你只有付出才能真正的得到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永远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会记恨别人 别人可以违背因果 别人可以害我们 可以恶口两舌 但是我们不能恨他们 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很干净 一恨他们 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 我们就会破坏了自己清净的心 和我们本来很善良的 完整的本性 所以别人承受因果 我们不要用别人的业障 来伤害自己 善良的本性 自古以来 人就是在不知当中生活 在无名当中工作 在称恨当中伤害了自己 台长告诉大家 在沈阳有一个老伯伯 坐汽车 公共汽车 因为有一个年轻人不让坐 老伯伯说了他一句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说出来很多讽刺他的话 这个老伯伯当场气得不得了 血压升高 冲过去打了他两个巴掌 当场气绝身黄 死在公共汽车上 所以不要用别人的错误 来伤害自己 我们不能去记住别人的缺点 因为别人的缺点 就是一个bad point 就是一个坏的东西 就像电脑当中的病毒一样 今天我把你的坏 记在我的心中 我把我对他的恨 记在心中 你的嫉妒我又记在心中 时间长了 你这个电脑一定会死机的 把别人对你的不好 全部delay掉 全部的不要 心中装满着希望 装满着快乐 你的电脑将一直会用下去 你的人生的康庄大道 一定会走得越来越宽广 所以真正的解脱 就是把人间的烦恼 全部要放下 台长 台长 台长